山山颱风目前还是靠近日本的状态 对于台湾周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时间交给宣童 好 现在在台湾附近的系统 最明显的当然还是山山颱风 山山颱风虽然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性 但是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 需要注意了 因为它几乎是贯穿整个日本 我们看到它现在的风速是来到了近中心 每秒45公尺左右 是我们中台的上限 而日本气象厅认为它是非常强台 但无论如何 因为它是贯穿日本 所以对于日本的灾情一定是很严重的 而目前看起来 它的中心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 会登陆到九州一带 到时九州是首当其冲的区域 风雨雨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而台湾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长浪出现 而现在你看到 其实降雨整体上来说都不算特别的多 云层也不是特别的厚 只有在上半天的时候 在连江有带来30毫米的实雨量 但是也都不算多 现在也都已经缓和下来 现在的降雨主要是五后雷阵雨 但是也都只有五到十毫米左右 在山区 但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这时在中国大陆的低压 以及在台湾旁边东北部山山台风 会产生这一个符合带 就在台湾的北部海面 所以会比较靠近北部地区 会有一些零星阵雨的几率 但是雨主要多的时候 还是比较偏重在明天的中午热力作用 我们来看到未来几天的降雨趋势 礼拜四到礼拜五 不只在山区容易有五后热对流 甚至有可能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而在中南部地区的沿海 则是因为海陆风符合 会带来零星的震雨 而到了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整个降雨的区域会更限缩在山区 整个平地降雨几率会大幅的降低 因为高压也逐渐的升过来 而倒是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势力又再更强了 所以这时降雨区域会比较偏重在山区 平地的降雨几率会大幅的降低 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明天呢 虽然水比较多雨比较多 但是呢整个温度下降的幅度 并不是特别明显 大概只有一度到两度左右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尽可能的做好高温防晒工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